像這個位在大石堤防旁的積合國宅二期 2014年每瓶單價60.1萬 單到了2016年每瓶剩下50.6萬 再看到捷運松江南京站旁這個公購宅 2015年每瓶最高到101.8萬 現在已經讓利超過17% 房市有感修正台北市中山區大型社區 積合國宅二期價差15.8% 成為交易冠軍 平均每年賣出40件 最高有到780 積合國它本身的坪數牌就比較大 所以它總價代其實就相對的會去拉高 生活技能成熟捷運中山國小周邊也是交易熱區 像是積態之心降幅接近10% 第五名的合意經營大樓 每瓶更是降到大約42.8萬元 中山區它要買就是小宅多 要買就是中古大樓 如果你要買這個社區 除了參考它周邊的實價登錄以外 其實參考這個社區本身的成交行情 我覺得是比較實在的 房市反轉大型建商也換口味 放棄推動高價豪宅轉站中低價市場 遠松在台中清水就推出已字頭建案 大三房總價大約628萬 北部吉隆地區利寶和國洋建設也有低價宅 每瓶16.8萬起跳要挑戰破盤價 所以賣得動的案子的話 我想現在是一個開發商心裡 首要比較重要的任務這樣 至少是兩房起跳 那可能三房的話就做一個比較 正常住家可以接受的一個坪數 可以接受的一個總價 房價高點回檔 小資族和手工族想買房 不妨趁著修正期間多看多比較 東森財經新聞 陳和平 劉子騰 台北報導